我夫人就代表了我们所有观众 这个主流观众想听的这个方向 所以她觉得好的包袱 我就说 你们笑没有用 她笑才是好包袱 看我的像什么 在这扯蛋扯半天 你根本就不敢看 在我们的像声里 在校园像声里 我设定的标准是 不能有连续三句台词 观众不笑 哦 有这么个说法 说实话最后算下来的话 差不多每五句话就两包袱 这个效率非常的高 信了 你得加一片药 不合日当务 有个问题啊 我一直不太清楚 什么问题啊 高金学院 到底是学什么的呀 高金嘛 肯定是学高数和金融的 我可听说 今年招来的新生 大多数都是学金融的 所以他们开一点点之后 都得回去 股高 大家说是不是 说明高金学院 对数学很重视 被新界的称为 高级数学学 要我说 高金这个简称就不科学 没有体现出 金融专业学生的特点 哦 一个金哪里够啊 得来三个金 三个金 那不就成高薪学院了吗 对 这就体现出了 金融专业学生的特点 说好的三句一笑呢 喂狗了 玩的呀 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我夫人就代表了 我们所有观众 这个主流观众 想听的这个方向 所以她觉得好的包袱 我就说 你们笑没有用 她笑才是好包袱 完美不 特别完美 真是脸都不样了 喜欢我的人都应该觉得 都觉得很赞的 对不对 那么你听不出来 你说你来谁呢 对吧 听不懂 听不懂 千万别说 这是什么呀 让旁边人笑话你 听不懂 闭上眼睛 嗯 小害 那么在你们看来 我不要脸 那么说明 在另外一波人看来 谁不要脸就很明显了 你继续在你那条道上 往黑处跑吧 嗯 哗啊 就是这样 24分之后 我每天 我讲150段相声 我每天都在不停地苦苦挣扎 下一段相声怎么写 怎么让观众报笑 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压力之中 这个毕业于上海交大的博士 所学专业与相声扒杆子打不着 亲戚一切也要转型相声 他认为相声就是逗别人笑 靠着自己毕生所学研究一个公式套路出来 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研究相声 却没想到突然碰上了相声 这些老大便炸了锅 结果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 叫怒怼郭德纲 很多很多的记者过来来采访我 我就不用写相声了 说到这儿呢 我已经很 我其实挺开心的 很多人问我 你是不是压力非常大 说你是不是压力非常大 啊 就那么多人都在骂你 打开微博 压力不大 也就几万条骂我的消息 我所以现在非常的舒坦 而肩上压力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小过 但是呢 我从这几万条消息中 还找到了几条 是支持我的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你们看到有一天报道 我哭得很难受啊 我不是因为这个压力大哭的 我现场当时呢 就跟他们说了 我一想到那些支持我的 粉丝和观众 包括我的家人 我的团队 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越是这种时候 越是患难 今天耍抖音 发现好些人都在说 共事相声李洪业 假如取歇这个事 哎呀 这都是2019年的牢新闻了 有骂可说的 但是有的人就说了 但李洪业这个奏性的 都能假如取歇 那说明取歇的门槛 也太低了 建议就不懂了 取歇的门槛告着了 不是骂样的人都能进 党烟了 你可以不会说学逗唱 不懂竞平棒群 但是只要你怼过果德杠 那就能到取歇 填表领章 那么说吧 你领过一只锦猫来 只是让这个锦猫 咬上果德杠两口 立马到取歇 办理入职 成为取歇的看门狗 另外啊 那个自称会所相声的李国士啊 你别总说你会锁罐头 你别总弄那个俗道男在那 得不得 得不得 得不得烟讯吗 哎 要本事你来来我这个 硬闻罐口 你行吗 听着《语言》的语言 讲讲退出的那些个 谁有可能会多人设 对比一点 第一 走的这些个 也不好回头 回头之后人设也崩 第二 咱们大家伙 我跟郭德纲到现在就见过 从小到现在见过三次 咱们都一样 从咱们那么多年观察郭德纲 走他的做事的风格 你觉得他会要他们 三一个现在都一说 没他们 有可有可无的 有什么必要 对 我跟老郭 我们俩这么多年来 这十几年我们俩很平静 他在我现在的位置 我跟大家都聊过 我们俩没事 我们俩的事过去了 这么多年了 郭德纲从来没有在外面 说过我一个不字 经常说我好 还都传到我耳朵里头 我也不说人家 所以我们俩心里头 都明白了 我也明白当初怎么回事了 他也明白当初怎么回事 所以不提这个 对 真正的什么叫儿徒入室弟子 师父得把一把钥匙给你 不是给了你那几段罐口 不是给你几个罐口 给你几段柳活 你就以后上台能吃饭了 不是的 是告诉你闯社会 那三十二个字 那三十二个字 吃鸡顿挫 法头卖相 顶炮转盖 谁让你怎么 让你 哦 讲师父开钥匙 师父让你出师 如果师父没看中你 师父没把你当成儿徒 就教了你几个罐口 几段柳活 这就不叫你真正的儿徒 师父得教个你 怎么能够在社会上 遇到各种事情的时候 给不给你那几把钥匙 走投无路的时候怎么办 要是你这几枪脚上掐着拨梗子怎么办 师父给没给钥匙 所以刚才大家有时问一些相声演员 包括很多人 很多相声演员 还有很多很有名的相声演员死了 他师父都没给他钥匙 红叶他和郭德纲之间 不仅相当不对付 还把郭德纲编到自己的段子里 明朝暗讽 自从相声有心人火了之后呢 发出很多雷人的言论 重新定义什么叫相声 什么叫脱口秀 完全有种外行要领导内行的味道 最近他在微博上上传的一段相声作品 引发网友热议 纷纷说他抄袭郭德纲 到底怎么回事呢 郭德纲和徐德亮有一段作品叫 我的大学生活 描述的就是徐德亮上大学之后 生活点滴 当然这完全是杜撰的 因为这二人压根没上过大学 而李洪业上传的这段视频 说的就是大学里的事情 长篇幅用来描述谈恋爱 和老郭的作品很相似 虽说李洪业在作品中做出修改 但故事的主线和架构是没有变化的 很多笑点和包袱也都一样 那问题来了 李洪业每天都在宣传要创新 要原创 这就是他所谓的原创 如果这段相声来自其他同行之首 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 可李博士就大大不同了 一夕记得李洪业在相声有心人的舞台上说过 不会抢郭德纲的声音 还扬言说自己说的相声才是中国相声 现如今已经到了前驴技穷的地步 就像他文章中说的那样 该发点新段子了 人手不够莫及 试问如果李洪业没有新段子 该如何生存下去呢 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借助肢体动作和面目表情 完全就是在背相声 用老郭的话来说 这就叫学员 在德云社连登台的机会都没有 对于李博士的言论 网友调谈到 博士你多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